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大神归来 或者悟空传等等 都算得上是根据西游记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但是本身来讲 中国很多的作品是基于西游记上进行 略微修改之后 基本上的逻辑架构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对于国外网友可不这么认为 对于西游记 他们也只不过是认为是四个人合起来打妖怪 最后拿到武功秘籍的过程 最近澳大利亚就翻拍了新版的西游记 而对于这部片子 由于题材新颖 也被著名的网飞公司投资 进行了后续拍摄 目前为止 网上能找到的第一集 将很多人看了以后大跌眼镜 故事本身已经不再是为了西天求取真心 因为国外网友完全不知道佛经是怎么回事 索性变成了要打败大魔王 拯救世界的传统套路 不过对于这部剧来讲 从传统的四个老爷妈 也变成了两男两女 孙悟空和猪八戒是爷妈的同时 唐僧有小朋友来誓言 不过对于很多网友来讲 最惊艳的就是沙僧的造型 也许在外国人眼里 阴阳搭配才能让西天取经之路更具有看点 所以在这部电视剧中 之前的唐僧取经的路上就被人暗害了 一个小女孩接过了唐僧的衣钵 跟着他们一起取经 在路上也遇到了美女沙僧 不过对于沙僧的造型爆出的时候 很多人表示完全像是精灵王子一样 在美动人的同时 也不禁感叹 孙悟空和猪八戒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取经 是不是晚上做梦都睡不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的网友表示 西游记吗 一定要在原著上进行一些改动 才会有更多的效果 中国人也许被世俗和道德所绑架 没有办法进行更多的创作 而外国网友这次基于原著上 做了较大改编的同时 也让人们觉得这部片子却是非常有看点 澳大利亚这导演果然脑洞其大